在湛藍的海水里 可爱雷渣拿起细在绳索上的海藻 海藻不仅是新一度洋 东非国家坦上尼亚 上吉巴群岛两万三千多位妇女的 主要生计 也是当地仅次旅游业排名第二的收入来源 不过近年来因为全球暖化 海水温度上升 不利海藻生长 农民只好以往更冷更远的海域养殖 从潜水以往深水区徒手采收海藻变得越来越辛苦 为了对抗日益减少的收益